三亚警方 义男子发布侮辱 抗美援朝志愿军英烈言论被刑事拘留 2021年10月7日 公安机关接群众举报 网民罗某平在新浪微博发布 侮辱抗美援朝志愿军英烈的违法言论 造成恶劣影响 三亚市公安局及洋分局 于当天依法传唤罗某平并开展调查 事实上 也正是因为保家卫国 捍卫和平任性 年轻的志愿军战士们 以崇高的荣誉感坚守在阵地之上 普通百姓男女老少骑上阵 家家户户王朝面支援前线 靠美援朝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 我们据此赢得的和平环境 恐固的安全基石 激发的民族自信 奠定的大国地位 都在历史长河中放射出无比夺目的光辉